- 走開 這小子 你不要命啊 就趕闖進這裏 你不認得我 你是誰 巧調以後面的人是誰啊 你是小魚兒 啊對啦 你要怎麼講評 信他我一命吧 這獎品 好像大了一點 那小魚兒大爺 你想知道什麼 我一全都說出了 很好 不過我也不太囉唆 我只是想知道無陽本的根據地震 這個小人知道 大俠只要出了安靜 一直往西走 就可以到了 很好 那你快滾吧 哎 多謝大俠狼 哼 我可沒說有機關啊 啊 就這樣 咦 他們都暗號到這就不見了 這也太可疑了 要仔細搜索 好險 這裡有陷阱 要是觸動就不妙了 機關不在這裡 那在哪裡 魏無陽們 是這裡呢 還不是被我找到了 突破 突破 他們應該是從這裡下去的吧 我來了 神木蘭 為了那麼多幹嘛 入侵的 殺了就殺 運氣真差 也一種都來不及 好爛喔 打不到我 完了 那這樣以後花物卻打我會不會打不到我啊 有點擔心耶 嘿 有人怒籤 有人怒籤 沒辦法混進去了 就硬傳吧 好難看的傢伙 這麼醜的人 一定是魏無雅吧 旁邊還有一個可愛的女孩 真是不相配啊 你是誰 這麼進來 你們可能要破的機關 怎麼會困住我 都是那些騙人的玩意兒 哪些虎虎不懂的人 還差不多 沒反應 怎麼沒有看到苦咕咕 苦咕啕啕他們 人為什麼被這大老鼠抓起來 我來問問 喂 大老鼠 達華 像你這個地方 這般來的去自如 我看已經很多人 來踹過你的宮門了吧 沒有人 一個也不會有 連你也是一樣 上 哎呦 還留一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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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還留一隻 好 膽小鬼 自己不出手 只叫手下來送死 衛武雅你的武功一定很差勁 這樣嘛 總共出手了吧 再上 想用圖子圖身套出武功露術 想都別想 天霸套法跟長控值吧 還是長控 長控比較強 你神神吧 你這些廢物弟子對付不了我的 這小子槍得離譜 想爸爸吐掉他 你到底是誰 為什麼闖入我的地方 連我的名字你都沒聽過 可見你江湖越歷太差 和你交談 實在有了我江小魚的身份和地位 你就是江小魚 岩環本來就是被你弄垮的 不錯 你派出那個人太沒用 本人上有幫你清理門戶 你應該感謝我了 你應該感謝我了 我在來感謝你 你有這麼強的武功 何不加了我呢 我們可以把那 失敗的火焰王換掉 你坐下來 我們慢慢躺吧 你騙誰啊 這椅子分明有鬼 這種鬼技 我三歲都用過了 嘿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 好舒服 好舒服啊 嘖嘖嘖嘖 再見啦小兒子 哈哈哈 魏烏雅 你真的以為我上當了嗎 真好笑 沒想到 你真的以為我會中技嗎 想不到一門之主 竟然如此骯髒 你的武功一定很差的很 才會想用這些下山大的手段 我號稱小輩 我在你頭他以前 就已經威名在世 我只是不想浪費時間而已 現在 就教你知道我的厲害 來吧 如果是你拿下他 就可以問出情報了 先透東西喔 透不到 嗯 他透到東西嗎 才1500啊 你也貼模糊體的喔 這次出手又賊又好 我就算武功比上高 也沒有勝算啊 小子 知道厲害了吧 哪有這幫簡單 嘿 好 好重 超好重 這裡是哪裡 一樣是山洞 不過 這裡好像不是那該死的老鼠洞 杜伯爾他們不知道怎麼樣 你醒過來了嗎 我去拿點水來 你是誰 你 我又為什麼會在這 我叫蘇鷹 是我把你從天外天帶回來的 蘇鷹 嗯 這個名字蠻好聽的 我不要水 你幫我拿點酒來吧 好的 他為什麼要這門外和我說話 是軟禁嗎 找機會溜出去 他怎麼還不回來 喂 姓出個丫頭 你耳多龍了 怎麼還不回來 還不來 欸 姓出個丫頭 你再不來 我就 我這不是來了嗎 你沒見過你這麼性急的人 你嫌我性子火急的嗎 我天生就是這樣的脾氣 你看不快 最好就不要看 哈哈哈哈 這個嫌棄的臉是怎樣 那無論我不想你 又怎麼會急著要你來 別人常說 一日不見 如隔山丘 但我簡直片刻 也不能不見你 唉 我知道這場命 遲早總是會被你氣死的 千萬死不得 你死了 還有誰來陪我喝酒 你既然要我陪你喝酒 為什麼不把酒杯拿來 你既然要來陪我喝酒 為什麼不進來 那怎麼會一樣 你一定可以坐在我旁邊 陪我說話 我熱酒才喝得下去 我方才不是說過 我有多麼想你 我在外面 你一夜還是可以看到我的 你這臭丫頭死丫頭 誰要你還陪我喝酒 快滾吧 反正你拍過馬屁 我也不會進去 你罵我 我還是不進去的 你為何不進來 難道怕我吃了你 我知道你不吃人的 但是 但是我一開門進去 你就要趁機衝出來 是嗎 你又不是我肚子裡的回蟲 你怎麼知道我的心意 嘿嘿 我知道你是個好人 而且對我很好 我罵你你也不生氣 但你為什麼偏偏要 將我關到這裡呢 你這個愛動的人 性質又急 我路不將你關起來 你一定早就走了 但你的傷 就到現在還沒有好 又是一走動 就更糟了 原來你還是一番好意 但你這番好意 我卻不領情 我是死是活都不管你是 你不 你莫以為我救 你救了我 我就該聽你的話 感激你 我 我並沒有一樣也感激我 是嗎 說老實話 你為什麼要救我 我可真有些動不清 那天我悄悄到天外天去 什麼天萬天 那也只不過是個老鼠洞而已 好 就算是老鼠洞 你也不必生氣啊 我為何不生氣啊 現在我一天老鼠兩個字都頭疼 那天我到那裡去 本身要拿他們 替我 替我準備的藥草 誰知道去遇見了你 你剛巧 也到了那裡 我會到那鬼地方去 算我倒霉 你遇見我 也算你倒霉 但那天我看見你時候 你卻連一點倒霉的樣子都沒有 你身上的衣服 雖然破破爛爛 但那神氣就像是穿著 世上最華貴 最好他愛的衣服 還有呢 我不但很神氣 長得也不難看啊 不錯 你長得的確不難看 尤其是你的眼睛 我的眉毛 我的鼻子 我的嘴 難道就不好看嗎 你從頭到腳 沒有一個地方不好看 這樣夠了嗎 嗯 這還差不多 我本不是一個很容易吃進的人 但我見到你的時候 我 你見到我的時候 眼睛都直 嘴也張大 活像 見為大頭鬼似的 那時 我正想往你嘴裡殺個大雞蛋 你怎麼會找到 找到那個地方 那其中只好有一個緣故 但你 卻不必知道 因為我 無論如何 是怎麼找到那個鬼地方的 都不關你的事 還有令我 奇怪的是 你到那裡 近一點也不害怕 哪有什麼害怕的啊 比那對的地方 更恐怖 更害了的地方 我就見過 見可多了 但你見過 比 比為維亞更可怕的人嗎 我從七八歲的時候開始 差不多隔兩三天就見他一面 但直到現在為止 我一見他的面 還是 好像要發抖 老實說啊 我一見到你們時 心裡是嘴的一些好笑 你們兩個坐在一起 看起來就像香酥鴿子旁 擺著堆臭狗屎 事實上再也找不出 比這更不相配的事了 他雖然不是好人 但對我 一直都很好 這十年來 他簡直沒有服過我的心意 我無論要做什麼 他就全都答應 哼 醜八怪拍小美的馬屁 那本是天經地義的事 他看見你忽然喘來 而且還有些膽子 等等也向他窮口 他實在也害了一跳 這麼多年來 我還沒有見過 有人能令他臉上變顏色的 當他瞧見你時 卻連眼睛都好像發綠了 不過 我還一直以為 他是個膽小鬼 沒想他居然沉不住氣 就和我動起手來 而且招式奇特 我一見到他出手 就知道招了 但自己這麼說 就像武功比他高的人 也未必能射得了他 只見他無論出什麼招式 自己先利於不敗之定 我既然知道 知道要招他毒手 零逃不了 心裡就在打主意 不過我就算要死 也不願死在這種手裡 所以 你就 自己去碰那個機關 一點也不錯 我算準他見我 挨了一刀後 就不會再動手 否則 我最後和他打到死為止 現在你總該知道 我便不是真的上哈當了吧 諾諾應變時 既知技巧 的靈巧 手段之奇密 心也動得之快 身上只怕 真沒有幾個人比得上你 你難道還不曉得 我是天下第一聰明人嗎 當你諾菲遇見我 你這天下第一聰明人 還是一樣活不了不是嗎 你這能不救我 也還是會有人來救我的 誰 張桑裡是王二馬子 我現在也不知道是誰 大時候 總會有人救我就是了 你看我像個短命的人嗎 如實說來 我倒是不該救你的 哼 我本來真的忍著瞧瞧 看哪些 哪個笨蛋 會來救你 不錯 來救我都是笨蛋 你說的簡直對極了 你 你 何況 就算沒有笨蛋來救我 我也這樣死不了的 好人不償命 活壞一千年 這句話 你難道沒有聽過 你呀 你這個小壞蛋 可真叫人見得沒法子 說來出去 你實在不該救我的 現在你只怕 自己都有些後悔了 後悔 我無論做什麼事 從來都沒有後悔過 你可知道 我從生下來 到現在 從來沒有像這樣開心的笑過 也沒有被人這樣的欺負過 誒 你莫難過 我也是這麼說 心裡還是很感激你的 我知道你嘴裡雖說得壞 其實心裡 心裡雖是善良的 但有些人嘴裡說得漂亮 一顆心卻比什麼都醜惡 你以為你很聰明 你以為你能看透別人的心思 我說這個 你究竟是為什麼去找魏無雅的 我去找魏無雅 他只因為要去救我的朋友 你只能知道你的朋友都在那裡 我的朋友在一路上都留下暗記 標誌說 見到那鬼的老鼠洞去 但我卻可以告訴你 這三個月來 根本就沒有一個人到過那個地方 只有你 你是第一個 傳奇那地方的人 絕不會的 你總之那不是假的 那些暗號 除了他們自己以外 絕沒有人 絕沒有別人做得出來 他們也許是因為自己不敢傳動的地方 所以叫你去為他們探路 為他們打前鋒 他們也許是瞧見你不順言 所以叫你去送死 絕不會的 絕不會的 他們從小叫我養大 現在為什麼要害我 為什麼要害我 讓我出去 快讓我出去 我要去找他們為你的明白 你現在喪失還沒有好 都也還沒有完全去盡 怎麼能出去 你是天下第一聰明人 怎麼如此沉不住氣 好溫柔 好體貼啊 什麼人 此間少有夾客 無論什麼人來 我都是歡迎 只可惜在下來的不是首好事嗎 閣下不想出來也無妨 只是好花多次 吃上有毒 可是下用什麼三場娘管 莫怪我不懂的待客之道 是你們 我們服務器小小開個玩笑 不想讓叔姑娘小小的吃得一驚 宿醉宿醉 白商君 他不是死的嗎 事情有點不對勁 你們來幹什麼 你們難道不知道這地方 不是你們隨便來的 我們夫妻倆談小小膽子 難敢傳入好妹的洞府 只是那江小玉是為大哥要殺人 妹子你去把他們救活 我們不小心瞧見可不能說走就走吧 那麼你白大哥你想怎麼辦呢 嘿嘿我想 老不休別想 我們要的是一花之月的秘密 好妹子快交出來吧 讓我們什麼都沒看到 你說可好 什麼 那叔姑娘知道了一花之月的秘密 不知道他從哪裡弄來的 好極樂 那東西對我而言一點用處都沒有 你們如果需要就隨我來書房取吧 不用不用 母夫現在早就提升過 妹子那屋裡的機關巧妙 若是隨妹子進去了 恐怕就不容易再出來了 也罷 既然不回書房 我就當面告訴你們 也未成不可 別過來 喔 白大哥有什麼好擔心的嗎 我會不會武功這次 你能到還不知道嗎 妹子雖然不會武功 但那心眼之多 我可吃不巧 只不過 妹子都脫光衣服 我就放心了 一個女人都是光吃吃的意思 不過 那完不是什麼花樣來的 哼 白大哥若有疑心 那小妹 也只好照辦呢 那叔姑娘就要被欺伍了 我該怎麼辦 咦 門開了 對啊為什麼是花五圈 不曉得 先與白山君夫人說話 我是蘇伊好女孩 我來聽你修理這兩個人 這兩個人 我幫你出來 那你失誠之後 還會不會回來 回來 當然會回來 十點後吧 小伙子 這不關你的事 快快離開吧 我們是十二星象 想到的話就快滾吧 今天沒空理你 好運氣啊好運氣 是十二星象的人啊 小伙子你還不讓開 我不久前才受我們老大的氣 現在招我們兩個算賬 正好 我身小背也敢跑出狂野 妹子啊我們可要得罪 哪裡 那花五圈就在隔壁 不要死了就叫他出來 我們要跟他打是為了拿武功秘笈齁 現在又聽蘑菇條了 欸為什麼不能動 這音樂蠻好聽的 可是為什麼不能動 我追蹤了 沒東西 都沒東西 我知道跟蘇英講話不用打啊 我就是為了拿秘笈才跟他們打啊 要不然拿不到這個秘笈欸 拜託 我被迷惑了 好為了拿胡蕭寶劍喔 當家的情況不對 我們快走 痛快啊 痛快 修理蛇的形象真痛快 你現在心情好些了嗎 好多了 你還有什麼花樣要留住了嗎 沒有我要留了喔 你等著看吧 阿五圈 你還不快出來 阿五圈 他還在這裡 想不到居然會在這裡碰上你 天下真是小啊 我早該想到 蘇姑娘隨時跟那裡出來 難怪有事無恐 那可不一定 無料最後關頭 我才不肯讓他出來呢 對了 你不是回憶花鍋 為妖月銀星的消息嗎 總會來到這裡的 說來話長 我回到谷裡 大公主不在 二公主也不願意告訴我 只是間接透露出 當年知道秘密的人 還有一個 我左時又想 畫一隻和儀花宮為敵的 十二星像 於是早上白上去 就被他們鎖上 來到蘇姑娘這裡求疑 你還想說 被我騙去了 儀花界的武功面積吧 我聽你說好了 不過有沒有要找的人 絕不是十二星像 的任何 任一個人 而是當初像十二星像 爆訓的那一個人 你知道 那他叫什麼名字 他那本名叫江琴 現在叫江別赫 江琴 江別赫 你也知道他 那就是燕伯伯要找的人 不錯 這個人好像知道我們的許多事 奇怪 為什麼要找的人 和你要找的人是一樣的呢 也許是我們比較投遠吧 哈哈哈 不錯 我的事大致是如此 而你 不是去移昌四海一帶嗎 又為何 又為何會出現在這裡 惡人骨交給我的事 不只一樣 我是因為別的緣故 後來才去找魏無雅的 但是我追尋痕跡到那老鼠洞裡 居然都找不到惡人骨 那些叔叔伯伯們 留在 留在來的痕跡 我怕他們出了什麼意外 就一路打進去 他那天鬧翻了 從來沒有人敢這樣闖進那裡的 嘿 說得我都陶醉起來 只不過那魏無雅的確厲害 出手又賊滑 就算是我武功比方高 也賺不了便宜 那 我打不過他 又不想使讓他的毒爪 只好過夜去撞那裡的機關 挨上一劑毒刀 就混了過去 誰知道醒來就在這裡 那路本來也沒有機會救你 但魏無雅恰來一個很重要的客人 就將那人一路裡面說話去 因為他一向不願意別人見找我 只因為人人都生得比較漂亮 他當然怕別人將你搶走 嘿嘿 看來這廚姑娘我非常喜歡小魚 原來是這樣 那你接下來當上怎麼辦 我們的暗箭之約 沒事要幾天了 如果像你所說的 天下劍之號這秘密人有三個人 我就要去動這三個人的腦筋 或者 或者 這隻秘密 歐五全 我們還有時間 為什麼不好好去利用呢 總是會有其他辦法的 不錯 總是會有其他辦法的 我一定要知道為什麼兩位公主 一定要逼我們兩個決戰 這是最後的機會 如果我可以選擇 是選你去找證據容易呢 還是我自己來 不要說那怎麼亂誤會的話 不要說那怎麼亂誤會的話 好這邊要選那個角色了 好今天的劇情到這邊啦 那謝謝大家的收看 會喜歡 會喜歡這款 2000年出品的 新決鬥雙腳2 的劇情啦 那喜歡我的頻道 請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G FB還有Twitch 那謝謝各位 今天這集的收看囉 掰掰